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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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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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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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到了 到西雅圖了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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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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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erview 還蠻期待的 這個是廁所 洗手間長這樣 床鋪就在旁邊 喔好大喔 然後我們來看看view view 唉唷 拉不開 閃眼 哇 這個view太漂亮了 被升級了 剛好我住的酒店就在那個很有名的 Public Market的隔壁 所以有一個這麼漂亮的view 然後還有看到那個 那個是什麼就是 摩天輪嗎 摩天輪在這裡 喂超級漂亮的 好幸運喔 然後有電視衣架在這裡 應有盡有 算是 麻雀雖小五盪俱全的 一個小房間 我現在真的太狼狽了 所以我準備要來洗個澡 換個衣服 然後等一下再出去 晃晃 然後晚上跟朋友有一個晚餐的約 咖啡 剛剛原本想要去這家咖啡的 結果他們今天早早就關門了 所以 唉唷好黑喔 只好明天再來嚕 只好明天再來嚕 哇 我找到了一個漂亮的角落喔 好了 ți好 乾燥 了 不是 好 觀光 很想吃個耶 看起來很厲害 進去吧 好吃耶 我點了一個這個是pistachio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是passion 好可愛的巷子喔 這裡好多小店 這家看起來很讚耶 茶館 超漂亮的 有點想進去但今天喝太多咖啡因了 超可愛的 裡面有各種顏色的茶壺 好可愛喔 各位你們可以感受一下西雅圖的坡度有多麼的抖 走的好累 完全上坡喔 我剛剛吃完那個馬卡龍了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我原本想要去 去starbucks的總店 但是外面的對實在是排太長了 我覺得我完全沒有時間 因為我等一下要跟我朋友去吃 鼎泰豐 而且是第一次見面的網友 對 就是一個有追蹤instagram的人 那我現在就應該是慢慢晃過去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了 鼎泰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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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泰豩 雅 鼎泰豐 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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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י י.י י 太太 scripture OMG 各位早安啊 西雅圖今天又在下雨 就是有點depressing 但是沒關係 我準備要找一個咖啡廳 然後就去晃晃 給你們看一下現在外面的天氣 今天又是一個陰天 很濕冷 原本呢我其實是打算要去Carrie Park 就好像有一個公園 然後是可以看得到就是 那個 Needle 可是今天天氣這麼不好 但我可能還是會去一下 因為就想說人都來了 所以今天的行程是 先去咖啡廳工作一下 然後去Carrie Park 最後在晚上要跟朋友吃飯 明天就要回紐約了 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 各位 我從咖啡廳出來了 剛剛那個 咖啡確實是非常的好喝 冷掉都很好喝 但是那個肉桂捲 一開始我覺得超級好吃 但是 吃到最後就有點膩 有點太甜了 然後我現在要去昨天 沒有去排的行巴克看一下 可不可以進去買個杯子或紀念品之類的 還是排了好多人喔 我剛剛已經喝了一杯咖啡了 但是因為我想說都已經排了 就點一個 剛剛我跟那邊的人聊天 然後他說 他們的Expresso Machine 在這家總店是比較特別的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點個Expresso 那我們來試喝 OK 還是 不是很好喝 嗯 好像跟 跟其他的 Starbucks沒有什麼差別 我閃一眼 好不好 That's it 今天Seattle真的太冷了 所以我回來加一件衣服 就是 真的太冷了 然後順便回來上個廁所 我順便來跟大家分享 我剛剛在Starbucks買了什麼 我買了一個 算是 我不知道怎麼講它欸 它算是一個杯子 沒錯 它就是一個杯子 但是就是 嗯 它不算是馬克杯 因為它沒有那個把手 但我覺得它的 圖案還蠻可愛的 這個 就是我買了一個這種的杯子 然後上面就是有蓋子的 但是我想說就是 我應該就是會這樣子用吧 就平常在講 然後我剛剛有問他們 因為我很怕就是這種杯子 然後比如說你喝喝茶 或喝咖啡的時候 外面會很燙 根本沒辦法拿它 但是他說因為這個是 雙層的 所以就是 應該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 很可愛 就是他們以前古古時候 這個Pike Place的這個點 的一個草圖吧 然後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我其實就是 進去之後就是 為失望 因為我覺得就是 東西 就是它的紀念品沒有到非常好看 它的杯子就是 就是沒有到讓我驚豔 然後我後來選來選去 就是後來還是選這個 沒錯 大概就是這樣 希望我可以把它安全的 送回紐約 對 再來呢 我剛剛就經過一個紀念品 然後就買了一件 就是 算是長袖T吧 因為我覺得 它顏色還蠻可愛的 它是 這樣子的一個長袖T 然後就是算比較 算薄的吧 所以應該春天也可以穿 然後它這邊就寫一個 小小的Seattle 然後後面有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Seattle 我挑的蠻大號的 所以就是 可以穿的比較 Oversize一點 我很喜歡這件 就是 這個顏色我超愛的 它是那種 有點 怎麼講 水藍色嗎 就是穿起來應該會 蠻年輕的 欸 我為什麼這樣講 蠻有活力的 等一下呢 我在想 就是 到底要去哪裡 因為現在有兩個行雄 我都很想去 第一個就是去吃 Oyster 很想去 然後第二個是去 那個 Carrie Park 我覺得這兩個 應該可以同時搭乘 因為昨天跟我朋友聊天 然後他們說 Carrie Park 就是其實蠻小的 所以我 等一下我先去吃Oyster 然後再去Carrie Park 聽說這個帳篷 都是流浪漢的帳篷 然後在橋下也超級多的 接下 Follow 我還叫了這個 Stew 等了好久 終於來了 Carrie啦 Carrie Carrie 好久不見 剛剛因為有喝酒太想睡覺 所以去飯店睡了一下 然後現在要準備去Carrie Park囉 來囉我剛剛快速的看完了 其實那個Park就是小小的一個看台這樣 然後很漂亮 今天剛好沒有什麼就是雲然後蠻清晰的 還可以看到後面的山 然後這一區啊 現在我走的就是好像是一個 算是蠻富人區嘛 就是富有的區域 恩 因為距離我等一下跟我朋友約 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現在就是想慢慢的走下山 剛剛就是爬這個山坡上來 它在開的路程中我都覺得很可怕 差一點覺得上不來了 這個坡超級陡的 其實下坡還蠻輕鬆的 還好還好還可以走 我好像意外地走進一個 像是那種公園的一個園區 還蠻漂亮的欸 就是很多土步區 然後就在那個塔的裡面嘛 然後就周圍一圈可以走路的 所以感覺 嗯 周末應該會蠻多電開的 但今天可能是因為平日啊 然後都沒有電開 這個公園好漂亮喔 超美的 還有燈 怎麼這麼美麗 Hello world 哈哈哈 這個應該只有programmer才會懂得更多 Hello world 到了 我們的大球球 大球球到了 大球球到了 就是 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各位甲灣今天已經是在Seattle的最後一天 然後我今天完全沒有化妝 因為我要去坐飛機了 放棄狀態 然後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從西岸飛東岸真的很浪費時間 像我今天一大早就是等一下大概9點多就要出門去機場 然後呢我到紐約晚上的時間是晚上8點半 所以就等於一整天都要飛 就蠻浪費時間的 對大概是這樣 因為東岸跟西岸還有三個小時的時差 然後飛行時間大概是五個半小時 所以非常的遠 非常的遠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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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超瘋狂的 Loki Are you ready? 哎呦 搶過去了 哇 哎 你喜歡誰 你比較喜歡誰 我喜歡新的 你這個喜新厭舊的傢伙 在鬍子 你吃功夫 比桃 好 你今天會不喜歡 好 嘘 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